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课程收2000多还总觉得太贵 朋友好心建议我说你要做营销做宣传 我会直接拒绝 教育是助人的事情 怎么可以用商业化的手段 相信在座的各位跟我一样都积极上进 喜欢到处学习上课 过去这些年我讲课赚到的钱全部用来上课 还不够 所以呢我就一直在讲课 但一直没钱 我开始怀疑自己 如果教育者的使命是无私奉献 不能赚更多的钱 那我们怎么去面对生活当中的经济压力 如果身为教育者赚不到钱的话 他如何获得反馈来体会自己的价值 如果教育就是赚不到钱 那我们是否还要坚持坚守这条路 就这样 过去一直能量满满地帮助他人的我 终于枯竭了 我尝试的各种努力还是找不到方向和方法 便觉得是自己不够强大 也找不到人来帮我 慢慢地我就什么都不想做 最后因为长期的不解和压抑 陷入了中度抑郁 经历了十个多月之后的 在抑郁当中经历了十个多月之后的我 突然有一天 不记得是星期几了 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出现 他说 你还要继续宅在家里 顾着发霉一般的生活吗 走出去 去行动 去实践 去做赚钱的事情 赚不到钱的时候 所有的才华和努力都不算数 这是已经经过各种疗愈 逐步走出抑郁状态的我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一个人人谈虎色变的女性团体出现 在这里可以学到更多赚钱的方法 还可以帮助很多女性成长 那还等什么 这就是我想要的 立马入坑 这就是微商 2019年10月 当我决定做微商之后 朋友圈的风格发生巨大的变化 由刚开始十天 发圈的数量由十天一条 变成一天十条 从不在朋友圈暴露隐私的我开始拍摄视频 每天给自己打气 大声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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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积雪有没有 很积雪有没有 在刚做微商的那段时间 这个是剪辑了从穿短袖 到穿羽绒服的合集 在刚做微商那会儿 每次像这样的视频发出去 基本上半小时之内都会收到二三十条打引号的关怀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你是被洗脑了还是被传销了 你不该也是微伤了吧 你那么缺钱吗 这种暴力的事情你也做 你太不懂得珍惜自己的羽毛了 你都快成为教育专家了 赶紧赶紧回头试案吧 说实话 我大概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挣扎和自我斗争 演练过无数次被人拒绝和嘲讽的画面 演练了无数次被人拒绝和嘲讽的画面 可是当我真正面对的时候 内心还是无比的痛苦 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 成为微伤之后第一次进行好友的清理 就在那个星期日的晚上 不像往常一样打开软件 然后陪儿子阅读 跟他聊天 陪他睡着之后 回到房间打开微信一看 天哪 赤裸裸地被四百多人删除 被八十多人拉黑 我当时那个难受 我真的太难以形容了 我不就是想赚点钱吗 这么多人不能再见 最令我心痛的是 跟我密切交往近三年的小爱 她也把我拉黑了 小爱是早期参加我父母课堂的学员之一 她形象知性优雅 年龄跟我相当 我们特别投机 除了聊育儿 还经常聊八卦 聊老公 聊减肥 无话不谈 亲闺蜜啊 看到被她拉黑的那一刹 那我内心崩溃了 身为教育者的我 做微商就犯法了吗 我的朋友圈从来没有像一般微商那样子 使命的刷屏 我也从来不私信强推产品 自认为没有对我身边的朋友造成困扰呀 难道这么多年的姐妹花都是塑料的 在那之后的两个星期 我的状态持续低迷 不清楚自己选择微商是想要学习销售 学习成交 突破金钱限制 可是为什么在选择之后 这么难以面对这种负面的反馈呢 在这些不被理解和评判当中 我将多年亲子讲诗的清高 一层一层撕下 我不断地访问自己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 过去这么多年做教育 根本不是真正的助人 不过是在满足内心的 想要的那个存在感 不断地向外求认同 希望得到更多的认同 所以不赚钱不收钱也要做 我很多次地跟自己对话 到底谁能决定我的价值 到底谁能影响我的决定 在一次又一次的不理解和被拒绝当中 我终于找到那个答案 我 只有我可以决定我自己的一切 我重新找回了做自己的勇气和自由 在微商团队激起学习的氛围里面 我带领小伙伴们调整作息早睡早起 每天看书原创读书笔记分享到朋友圈 我们潜心学习摄影和写作 定期讨论如何保持自己的能量 学习如何更好的做销售和做服务 每个人都积极快乐地迎接每一天 在那段时间我体验到了团队氛围 目标积极努力和行动对一个人的影响 我发现自己更加落地了 更踏实地行走每一步 遇到困难的时候解决不就行了吗 行动是解决所有困境的良药 因为这样的经历完全突破了 我过去对卫商的认知 相信各位在座的跟过去的我一样 认为卫商就是暴力 卫商就是投机行为 卫商就只知道卖货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卫商发展至今已经有九年时间 从业人员已经由刚开始的宝妈群体 逐步拓展到大学生 在高校毕业生 后来也吸引了很多不满足于现状的职场人和创业者 卫商人已经越来越强大 他们已经用管理企业的方式带领团队高速发展 在我的经验当中 希望卫商人注重自我成长 注重团队合作 他们善于创造价值 并协助身边的朋友们解决困难 赚钱就是顺带的事 这是知识付费大咖 嫖悍一只猫对微商的解读 在他眼里 新微商人的各种努力和踏实 跟我自己的体验完全相同 这是我微商前后的对比照 都说我整容了 打得不差 这是我微商前后的对比照 我想一下 这是我微商前后的对比照 谢谢这么配合的笑 过去我总觉得内在丰盛才是实力 外在形象无所谓 但是经历这一切之后 我发现内外一致才是最高境界 只有这样整个人才更轻松 更加有力 经过微商的洗礼之后 我现在重新再打造 亲子教育的个人品牌 现在我具备了一定的营销和商业思维 可以更加自信和笃定地 为新课程定价 再也不担心没有人来上课了 左手赚钱 左手教育 右手卖货 微商是践行 自我成长和利他主义的助推器 主要身为教育者的 我赚钱的不是教育本身 而是过去受限的思维 和无法敞开的孤傲 用做事业的态度 用做事业的态度 来做教育 敢于收钱才能够持续帮助他人 只有这样的正向流动 才是教育者落到实处的利他 我是懂卖货的教育者双铃 谢谢大家